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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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大家好 欢迎回到眸向辨7部的 《绍星方新闻寻找BNO祖家移民的故事》的 《导士传说版本》 今集有我许刘山 还有我们新西兰意德台仰 大家好 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视频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还有正向报 再加上晒冷气 都需要大家的订阅、点赞、分享 最重要是多点回来欣赏节目 多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 这个都市传说 就是发生在英国的香港人 B and Ogre 的围炉里出现 突然间有一个回音 大家听不听到 各位谷友 如果你们 有人19年 去逛街 又被人拿了电话 抄了牌牌牌牌牌 千万不要回香港 讲讲讲讲 最新消息 曼城 有一对母子 复活节假期回港 讲讲讲讲 昨天 禁止离境 来自 英国的 B and Ogre 有分享 向大家 合十 连合十 也有回音 为什么他们不能复活 就要埋葬 在香港 是不是 在香港 怎么去拆解 这段 围炉谷里面的说话 我心想 这么有趣 为什么你们不直白 一些 这段的说话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 究竟是造谣 还是真的 假设是真的 假设是真的 老实说 谣不谣呢 我们稍后再探讨 他的意思是 19年 他们很流行 逛街 甚至乎 和理星 和理午餐 其他不同的东西 其实你们背后有一个含意 你们所谓的逛街 是不是真的逛街 逛街也可以叫做暗止游行 甚至乎非法集结也可以 如果你们没有不反对通知书 走出来 那是不是叫逛街 就是等于这样 你们说去逛街 去逛街 就贺林郑月娥生日 那是不是真的贺林郑月娥生日 那是不是真的贺林郑月娥生日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你们说去帮他装修 你猜是帮他捏墙子 批档吗 拆了人家银部 是吧 是啊 你撕了 其实就是他唯偶人家也好 或者令他人身体受伤等等 然后又被人拿了电话抄牌 那个人代表什么呢 我估计 暗止是警员 抄下了他们的电话 身份证等等 意思就是 如果真的这样的话 就不要回香港了 假如你们真的参加过这些非法集结 或者出来搞事 倒露等等 如果你真的被警方捉到 也跟着记录在案 可能没有正式落案起诉你们 如果真的的话 你们这样回香港的话 真的很有机会被拘捕 也不顶 是吧 然后再说 你们也说 有消息 曼城一对母子 复活节假期回香港 等等 我们从母子的关系来推演 我们也知道 有些2019年 这些黑暴友 他们真的被抄牌 即被警方 集下了资料 尤其是里大围城 在里大 死死地上的 真的抄下了 有些资料 在警方手上 家长那些真的害怕到 未有BNO签证 Law of the Ring 已经带着 离开了香港 如果现在 是不是家人 觉得 都离开了这么久 不用怕 应该可以回来 不怕 又没有去我们的旧居 拍门 会不会留下了飞容 在搜城 这个就不知道 会不会看住房子 这个也不知道 会不会租给人 也不知道 不怕的 试一下吧 没事的 回去复活节 走走走走 怎知道 如果万一被拘捕 那妈妈 会不会陪同小孩呢 会不会陪同小孩 这很大机会 如果是的 是不是禁止离境 我们早前看到 那位什么鬼鬼 黄到爆的日本教授 就说 有个女学生的男朋友 就去跟她说了这件事 因为她在乡下 日本的时候 这个女学生 即香港的港女女学生 涉嫌在网络上 即社交媒体 就说了一些港独的话 如是者回到香港 都叫做被捕 换身份证的时候 就被捕 这就是一件事 如果这一对母子 那儿子 我不知道他回香港做什么 是否吃鱼蛋 烧麦 他们很喜欢吃 因为在英国很难有机会吃到这些东西 好像Ivan这样 是的 吃吃吃吃吃吃 吃什么 现在还想着吃 吃私饭 到时候有很多茶饭 香港人茶餐厅 正 黃之鋒吃洋腩鍋 天氣熱了開始吃不到洋腩鍋 好像沒得吃了 黃之鋒沒得吃了 手足可以吃什麼 茄汁雞扒 都幾不同 有時候有咖喱有時候有蒲國雞 很多不同的 日式炒烏冬都有的 不錯 挺有趣的 你說禁止離境 記住 希望可以叫做清楚點 如何叫禁止離境 例如剛才提到日本的大學教授所說 因為視編法是港區國安法 不太明白為何在日本搞這些留言 回到香港會被拘捕 剛才提到日本的女教授 某程度上他對於香港這些問題 他都很熟悉 他很熟悉 他很熟悉 他是假扮不了解 假扮不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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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說了 變成造謠 例如說好像很秘密 不讓他離境 他亦不落案起訴 亦不拘捕 總之說到他想準備 離開香港 準備拿行李過綁 然后准备进去安检的时候 就立刻拘捕 你不准 然后捉到哪里 又好像说到 又没有正式落案 又没有什么罪名拘捕他 只是说禁止 究竟是怎样叫做禁止呢 如果被捕的话 这个帽子 我不知道是不是两个都出来避杂的名字 你不可以排除妈妈进去里大围城一起帮忙 当做家务那样 拿些燃料入瓶 很胆的 儿子我帮你 妈妈入瓶 这些是家务 当做家务那样做 把饮品放在玻璃瓶上 然后塞上盖子 然后放入冰箱 但他就不是 就推上前面 让前线的儿子去扔 可以的 把儿子推出去死了 我们不可以排除这个可能性 有可能 有可能 接着就有趣了 假设是造谣的感觉 也有他的道理 不如抬上讲吧 我为什么会觉得他是造谣呢 主要是因为 他说去了香港 被拘捕 就说他们没得读书 也很类似 说到好像似是而非 而幻似真 很多不同的东西 然后很多围绕 再说下去 又有什么 读书写字 还是怎么回不了英国 这样那样 我就在想 是不是开始大家害怕 第二 第三 第四 第五个的真生活 真生活 没什么 记住 他没有犯了事 记住 他不是犯了事 但是 如果让大家觉得 原来在英国 搞不定 回到香港 就要走的了 都可以这么正能量的 是不是 你一定要说到香港 很害怕 是禁止你再离开 我说什么罪名 我只是不让你离开 你怕不怕 除非你好像真心哥那样 这么有精能量 是不是 我就是要令你 因为真心哥 离开英国的时候 他就说 最重要是我一家安心的地方 这一句 令到一些人会想 究竟英国是否令我安心 如果 我们记住 真心哥回到香港 也拍了一些很正能量的影片 也是 没错 这么正能量 会不会影响到 有部份的人 在英国也生活得 也不太容易 不如索性回去训练吧 是不是 会不会这样 当你回到香港 假设这段时间 像我看到这样 大家拿到电子消费券 这里也非常暢黄 真的很开心 甚至乎一些食店 为了希望 回桌要快点 做多几转 也有限制的时间 大家吃多久 每台下 每个半钟 快点 拜拜你的尾 就可以下一回合来吃 大家都觉得明白 知道大家可以 可以这样做的 你想想 如果假设 有一些 BNO 就算当去 只不过是纯粹 想着回香港 看一看 走一圈 感受到 原来我们隔了一段时间 你想想 他天天 就是这个 最低工资 那些厂 你 只有 繁忙 你想看 皆是吃生菜 都是沙律菜 側裏裏 拉一招 很沮丧 每天都是吃生菜 每天都是做夢都在吃生菜 說謊都是吃生菜 什麼都是生菜 你說多慘 真可憐 五礦十色花花世界 還有電子消費券 又可以買東西 又可以喝奶茶 吃蛋撻 都可以吃到 不用去香港人試習 如果只要給一些BNO女士 趁著假期回到香港 感受到那個 你好香港 真的好好好 你想想 到時候就明白了 我最近回到香港 雖然 你好香港 Hello Hong Kong的標誌弄得不太好 海報不太好 但他的MV拍得很有活力 你記住 哥夫城 現在幾歲 超過五十歲 都跳舞在石板街 摩羅街 跳舞 然後鏡頭一轉 就一個已經是年屆五十歲的陳惠林 很有活力 好像在山頂 拍得挺好 機能動感 這個MV 是不是 你看到整件事都會很好 你想想 如果他們趁假期回到香港 感受到那種 原來香港沒有他們想像中說得那麼誇張 原來我應該的生活是這樣的 這些是否更加自由的自由空氣呢 如果這樣的話 這個謠言 剛才台上所說的 言之作作的謠言 又有可能是成立的 你想想 這麼恐怖啊 是不是呢 想回到前也要想清楚了 沒錯 他就要把香港有這麼恐怖 塑造到有這麼恐怖 是呀 即是說鬼故事 是的 等於這樣 你好 香港 這是一個演繹 如果第二個演繹就是 你好 香港 哇 有點恐怖 你好 香港 整個氣氛不同了 即是有些傻佬的 你好 香港 那些怪怪的 有另一種的感覺 所以他要營造到那個氣氛 是讓你不夠膽回去 因為他故意寫得曖昧一點 逛街 你想想 究竟是不是我參與過200萬人大遊行 都會拘捕我呢 對吧 因為他用了這些代名詞 那麼曖昧 那麼多的可能性 那麼多的解說 又說到不清不楚 逛街 被人 究竟是 警察 還是那些 什麼間諜 什麼特務 還是什麼人 那樣是疑患似真 你想想想想 你又疑神疑鬼 然後圍勞 就像剛才唐昧所說 有些人說到沒有書多 還是怎麼回不了學 越說越多 越說越多 鬼影童童 讓你就不夠膽回去 當你 一個真心歌 就搞到這樣 第二 第三 第四個 還得了嗎 是不是 太可怕了 真的 究竟是 這一群人 他們的心魔可怕 還是他們自己 更加可怕 面對不到英國呢 相信有一大部分人 心裡已經在動搖 所以只能夠靠這些 鬼鼓來到去 鋪實 鋪實自己人 不要那麼容易 就說想回去 不要動搖著 因為香港是很恐怖的 好可怕 你就會被禁止 你禁止離境 對 等你說 不是呀 回到香港 又可以去 鄉下日本 又可以去韓國 又可以去那裏 不用 你禁止離境 為什麼不讓他們離開 不說 不知道什麼原因 不說什麼原因 你自己想 留下一個想像空間 這就叫做英國BNO Girl的 都市傳說 好 今次來到這裡 謝謝大家 他們可怕 我們就不用怕 大家繼續消費 對 多謝電子消費券 多謝財政司司長 拜拜 拜拜